大家好 我是馬友 在2019年我接觸了很多不同的產品 故意今天挑選了10樣我最喜歡最喜歡的產品 而這10樣產品不只是化妝品 所以男士們看可能都會有些產品適合你 如果想知道是什麼產品就繼續看下去了 從來我喜歡不安 淚妄想 我喜歡不安 淚妄想 第一個要說的就是飛臨相機 在2019年我突然很愛飛臨相機 這部是我第一部飛臨相機 也是我拍得最多的一部 其實我對飛臨相機在這一年研究都很大 我接下來都想拍不同的系列 可能一段影片是說一部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還有我的一些用後感 這部就是Context的T3 我覺得這部是Point and Shoot 什麼是Point and Shoot 即是Auto Focus 白癡都會用的相機的世界中 它是其中一部最頂級的 它首先是很細部 很Compact 而且它很快 但我開機的時候 看著 3 2 1 就立刻拍得了 自從我用了飛臨相機之後 我IG相片大概有七成的相片 都是用飛臨相機拍的 而這部真的非常好拍 而且我喜歡它 喜歡到我買了一條相機帶 平時會只顧著外出 這條相機帶很漂亮 而且很方便 例如我拍的圈可以立刻這樣 不用整條相機拍的 而且如果我要脫掉扣 可以立刻脫掉它 這樣就可以立刻拍的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系列 而且我會連同一個 雖然我這個皮袋是Leica 其實我本來買的時候 它是給了原裝套 但因為原裝套是魔術貼 我不太喜歡魔術貼 所以我寧願想要一個拉鏈袋 所以它就給了這個Leica的皮袋 而且它最好是它後面有一個可以放皮帶的扣 如果我不用這條帶的話 就可以直接掛在腰間 而且我一直都以為 飛臨相機其實是一件很不方便的東西 因為曬相機好像很複雜的 但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我拍完這相機之後 我就會把飛臨拿去曬 曬那裡它很好 我就是在灣仔 有一間店叫Color Luxe 我就是在這間店裡曬相機的 除了它們曬得很快之外 它們也很快地可以探索照片 傳回連結給我 我很快就可以收到Digital Copy 我很快就可以放上IG 很快就可以用到照片 看看照片多漂亮 曬的跟飛臨 其實每間店舖都不同 最便宜的我聽過30多元 40元都有 但我那間好像是51-52元 而且每間店舖曬相機出來的 顏色的感覺 效果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剛剛入門的話 你可以試試去不同的店舖曬一下 看看哪一個地方你喜歡的 那就是不同的 還有這個Context的特別之處 因為它是特別版 所以它是黑色的 是一個70週年的版本 我本身是買了Cornbun金色的 但因為我太想太想要黑色 我就馬上買了那部金色 轉手就馬上買了黑色 我覺得黑色很帥 還有它是我第一部的飛臨相機 我想是比較帥 但其實是一樣的 好 第一件事就說了相機 飛臨也是非常影響到拍出來的效果 怎樣形容飛臨呢 我相信很多看我觀眾都知道 什麼是Visco 就是收拾相的app 有很多filter 其實不同的filter 就代表不同的粉 那我最喜歡拍的粉 就是它 Portra 400 這個是Orda出的粉 它有分400 800 100 我是非常不專業的 先說明一下 如果我講得不清楚 可以怪責我 首先說一個數字 100 400 800分別是什麼呢 100就是給你在很光很光很光 Outdoor 太陽很猛烈的地方拍的 800就是你在很暗很暗的地方 你又可能不想用閃光燈 燈很微的時候 用800的比例就會更光 400就是最中間的 所以我最喜歡用400 還有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Portra 400的原因 是因為我試過很多不同的films 譬如說Fuji其實我也很喜歡 Fuji的感覺就是文青一點 風格藍系一點 如果拍Outdoor 風景上會氣質重一點 但是我大多數時間都是拍人像 就是拍樣子比較多 而我覺得Portra拍出來 無論是Skin tone 整個感覺上 都很適合拍Portrait 所以這個Portra 400 我是很喜歡的 一同在不同的地方賣不同的價錢 我在我曬照的店舖買 就是Color Luxe 好像是70元一瓶 所以它就是我在Fuji最愛的Portra 400 好 接著下一個 就是它 它是一部我在淘寶買的加濕器 我想說這個加濕器是69元 它是沒有電的 大家看到嗎 不用插線的 還有這個好呢 是你直接插進去的杯子 就是什麼杯子都可以 如果你有瓶裝水 你可以插進去的 插進去的 插進去的也行 而且拿出門是一流 充電只需要用MicroUSB頭 而且它的電子可以耐久到六個小時 超久 這個心很方便 只要這樣打開之後 你換這支頭就可以 就搞定了 我買這個的時候 它是連買八支心送的 我不知道一支心送多久 因為我還沒用完第一支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我可以放淘寶連結 在Description裡面 你們就可以看到 接著這個就是除口臭劑 如果你感覺到的口 可能有一點點味道 好像有點臭 那只要噴一噴 很清涼的薄荷味 令到你的口 立即很清潔的感覺 整個人會精神一點 而且說話都覺得 有說服力一點 還有說話也有信心一點 香港好像是沒得買的 真的好像沒得買的 剛才拿出來說了 債命 我在美國買的 你們可以嘗試上網買 或者在店裡找找 如果有的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究竟香港哪裡有得買 因為我這支只剩很少 這支大概三十多四十多元左右 而且可以用很久 我這支都用了兩三個月 而我是保持著整天都用的 所以很划算 第五件事 就是我在10月的時候 拍了一條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那個Airport Pro的 很不幸地 我拍了那條影片 加了幾天之後 就不見了我的Airport Pro 我本身是我的Airport 1 即是舊Airport 不見了Airport Pro之後 再之前不見了Airport 就出來 所以我就在想 Airport Pro一定會出來 所以不要買 但是我跟Airport的關係 實在太密切了 你明白嗎 很多時候 說電話 聽歌也好 我也是戴著Airport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感受 但是你戴著Airport之後 你一個人很有安全感 好像被人抱著的感覺 即是沒有那麼害怕 我是這樣的 有時候出街 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戴著Airport 我就有一種莫名的安全感 新的Airport 有燒醋的功能 是令我很愛那個耳機 我推介是一定推介Airport Pro 價錢差幾百元 但是超大的分別 而且外觀也很重要 Airport一出的時候 有些人說不漂亮 很醜 很長 我相信現在全世界人都已經習慣了它的樣子 但是其實它新的Airport 是再短一點 所以無論外觀上 功能上的所有東西 我都是選擇它的 然後如果有認識我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我的眼睛很容易紅 可能我拍片拍得久 但擴大兩三個小時 就會開始紅 為什麼這麼容易紅 是因為我之前做過激光矯視的手術 而那個手術是做完之後 令到我極度爆炸無敵 超級乾 還有我其中一隻眼角膜 是做得不非常好 經常都要塗藥膏 我整間真的很麻煩 但是我在一個月前 我朋友介紹了我這個東西 我吃了這個之後 我在一天 第二天 我的眼睛的眼白 是我從來沒試過 看到自己的眼睛這麼白 眼睛這麼舒服 超瘋 那這是什麼呢 卡士蘭出的一個藍莓精華液 還有一個藥丸 我朋友給我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loss的 這個藥丸是否真的合理的 因為我已經試過很多 真的不太純 首先打開之後 有很多支玻璃瓶的一個東西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很loss 這支是怎樣喝 因為它是精華液喝的 它建議你混在水裡 連水喝 但我不是的 我是直接這樣喝的 首先在裡面會連這個膠粒 focus 不要做其他事情 不要玩電話 不然你是不會明白的 首先有一個膠粒 要每次撕兩顆 然後就要把膠粒 再撕 套在頭上 這樣套 3 2 1 那你的頭就開了 但是它沒有東西倒出來 你記得用手摸一下 看看有沒有玻璃碎 因為是玻璃來的 喝了就糟糕了 好 當你OK之後 這樣對著口 然後我會拍斷另一邊 它就會倒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我會勸大家 倒進口之後 不要立刻吞 感覺一下那些汁 看看有沒有玻璃碎 因為如果有了都很糟糕 每次喝兩支 早晚一次 好喝的 就是你不會覺得甜 而且這盒好像二百多元 不貴的 而且我是配合這個 即是膠囊版去吃的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會好一點 但我感覺上好一點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的眼睛白了很多 藥圓好像貴一點 好像是三百多 四百多元 真是感覺 多謝上天讓我認識到你 好了 第七件事 這件事是極度幫你省錢的 登登 這個淘寶殼是超便宜 好像20元 它是有一個卡住 那我就會把我的卡住 因為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是 因為它是皮的 因為平時那些 就這樣貼上去的 是布的材料 很容易會脫掉 這一個是皮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脫掉 那我有了這個殼之後 我就完全是銀包都不帶 還有另一件事 我很喜歡就是 它這個套 它可以這樣打開 即是它可以這樣站在那裡 可以看Netflix 多方便 好了 第八件事想說的 就是這支 Sebastian Liquid Steel 這支 茶頭的產品 它好像一支 有看過我的影片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整頭白癡 但是我覺得有忠實的觀眾 應該看到我整頭 是有梢眉的進步的 我真的要多得它不少 它真的是非常好用的 一個髮型產品 首先它有一種光澤的令度之外 都非常持久 令到頭髮可以保持得很強 另外就是它極度容易洗 只要只是用水沖 其實它已經可以洗走一大半 清洗過程很容易 很喜歡 唯獨是一件事 它只有大支包裝 它是不能買小支的 這支是大約一百七十元左右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價錢 那你也知道 通常的髮型會比較貴 但是它真的 很值得推薦的 髮型產品 但是搞一樣東西 就是落妝膏 那我經常都要化妝 可能有些男生會開始試試 化一點點妝 真的記住記住 落妝真的很重要 不要覺得 塗了很少化妝品 洗臉膏就算了 不行 否則皮膚只會越來越差 你需要用更多更多化妝品 今年裡面 我有兩個超愛的落妝膏 因為我相信男生 或者女生都好 很講求方便性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落妝品 有水 油 膏 膏是我最近最愛的一個方法 雖然是第九 有人最喜歡的東西 但是有兩個 一個就是便宜版的落妝膏 這個Banilla & Co 大概差不多$8.2元左右 然後就是Drunk Elephant 這個Makeup Melting 都是卸妝膏 大概$200-300元左右 但是這兩個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入門的你可以先試這個 如果你想對卸妝膏有更高的要求 就一定要試這個 極度之這麼滋潤 很方便的一個落妝膏 那它買的時候 還有一隻匙膏 那你可以用一隻匙膏 筆那些落妝膏 但是我當然不會用那匙膏 我當然直接用手指 多粗魯 我是極度之推介這妝膏 如果你問我便宜的Banilla & Co Quality再升級的 我會推薦Drunk Elephant的這個落妝膏 真是很值得一時 第十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我很愛的一個背囊 就是這個 我很愛的Prada的背囊 這個背囊 因為我很喜歡穿美衣 但其實我也很講求這個實用性 而這個背囊真的非常實用 首先它有很多個袋 它有三格 可以安裝很多東西 通常這一格我會安裝唇膏 填膏 通常那些梳 紙巾 那些會比較 經常都會用到的東西 又不想怎樣找到 就會放在這個袋子裡 然後打開裡面 除了這個有一個拉鍊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袋子 已經有很多袋子 而且這個袋最棒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是單邊的 你可以這樣揹 我揹給大家看 大家看到它可以揹一邊 很方便 側揹 這樣揹都可以 我覺得我簡直可以代言這個袋 很漂亮 揹得 總之男女裝都有出 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My favorite bag of the year 好啦 沒錯 這十樣東西 就是跟化妝品沒有關係 十樣我最喜歡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 很想很想很想 我拍一條我最愛的化妝品 如果你想看 和化妝品有關的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可以考慮一下 拍不拍給你看我的 all time favorite in 2019 好啦 我們下條片見啦 記得要like這條片 subscribe個channel 跟著就要開個鈴鐺 逢星期二和四的九點鐘準時 留意我的新片 好啦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 從來我喜歡不安 女妄想